欢迎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河观益 首先来看到英国的白金汉宫宣布 英国国王查尔斯被诊断出罹患癌症 其实查尔斯上个月才刚动过 摄护线肥大手术 现在又发现罹癌 紧急暂停所有的出席活动 而现在英国王室的公开行程 重弹是落在王楚威廉 还有王后卡米拉的身上 就连远在美国的哈利 也将回英国探望爸爸 上个月底英国国王查尔斯 才动完摄护线肥大手术 没想到疫情起后 有更重大的消息曝光 欢迎来到BBC News 在最近几个时期 我们从巴基甘宫宣布 原来查尔斯在手术前的检查 发现罹癌 只是英国王室没说哪种癌症 只透露不是摄护线癌 而且查尔斯已经在星期一 开始接受治疗 查尔斯接下来的公开活动 全部暂停 不过还是会继续处理国务 扛起王室门面的剩下卡米拉和威廉王储 其实威廉上个月负责照料动腹部手术的凯特 这星期才回到王室岗位 另外哈利也将回国 路透社认为这是父子和解的好时机 健康连连出状况 加冕不到一年的查尔斯 想多外出执行公务 恐怕很困难 TB新闻综合报道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 原定这个月25号要来举行总统大选 没想到现任的总统 却是突然宣布无限期延后选举 反对派人士上街示威 爆发了警民冲突 而反对党的候选人是遭到逮捕 还有一个电视的频道被停播了 抗议群众在街头鼓噪 甚至还放火燃烧垃圾 阻挡去路 警察身穿防弹背心 拿催泪瓦斯进行强力驱赛 爆发警民激烈冲突 西非国家塞内加尔 原定这个月25号要举行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突然宣布 选举无限期延后 引发反对派的激烈抗争 尽管表明自己不会参选 不过延后大选的举动 依然引发重怒 反对党总统候选人 上街抗议也遭到逮捕 当局除了逮捕反对派领袖 还以煽动暴力为由 下令一个电视台的频道停播 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 也举行总统大选 现任总统布格雷 自行宣布以85%的得票率 获得连任 2019年萨尔瓦多金内 80%的地区都被犯罪集团控制 布格雷上台之后 大力扫荡帮派 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 逮捕超过了7.5万人 强势的手腕虽然成功 让犯罪率下降 却也引来烂抓无辜的批评 体会显障不到 以色列在南加萨展开突袭 这次的目标是哈马斯领导人 辛瓦的亲兄弟使用的办公室 那么研判是哈马斯策划攻击的重要据点 而另外呢 以军在哥兰高地扩大军演 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下马威 在坦克车掩护下 以色列士兵步步进逼 继续在中装备 配备下带着军权 搜索可疑的建筑 以防底下还有哈马斯地道 异军在加萨南部 甘尤尼斯的作战 有了新发现 眼前这个垂直往下的竖井 又连接另一个更宽广的地道系统 通往哈马斯训练设施 一抵达设施位置 以色列士兵疯狂开枪 因为这里据称是哈马斯高级指挥官 穆罕默德的办公室 这个人也是哈马斯领导 辛瓦的亲兄弟 里头因此留有各式的武器 研判这里可能也是当初策划 突袭的据点之一 以哈战争即将打满四个月 期间到底消灭多少哈马斯 以色列总理这样说 表示大多数哈马斯都被赶往南部 因此不排除以军 未来的地面站将再往南移 靠近埃及拉法关口 早已感受战果升温 周日又一辆汽车遭炮弹波及 烧成废铁 民众抱怨没有安全地区的同时 南加萨还上演马车黄奔的镜头 四周围枪林弹雨连马儿都害怕 同一时间以色列在靠近 黎巴嫩边界处也有新动作 开始在戈兰高地一带扩大演习 对黎巴嫩真主党下马威 以军对真主党的态度转趋强硬 似乎认定了有在加萨的作战经验 要打真主党也不成问题 黎巴嫩真主党实际上是由伊朗撑腰的组织 2006年以色列就曾和真主党打过一仗 这次宁可冒着战争扩大的风险 也要加强打击这个死敌 为的就是一局将真主党逼退到 利卡尼河以北的地区 以哈战争又不见缓和迹象人质的救援也没有进展 周日再有大批家属霸占马路阻挡交通 希望借此施压纳坦雅胡政府谈判放人 然而以色列总理不打算对哈马斯轻轻放下 不愿妥协释放大量巴勒斯坦囚犯 就怕答应长期停火自己总理的地位 也会不保 为了缓和以哈战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五度访问中东 只是美国现在立场尴尬 因为他们周末才扩大报复伊朗旗下民兵 并打击胡塞组织 这样的情况美国究竟能否成功扮演调停人 或说服以色列接受两国方案 目前看来难度还是很高 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自以巴冲突以来第五次到中东访问 第一站抵达沙烏地阿拉伯 与沙国的王储萨尔曼来讨论协调结束加萨的战火 布林肯与萨尔曼展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晤 讨论以区域协调的方式结束加萨战火 以及加萨战后的未来 尝试推动沙国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磋商 而布林肯之后会转往埃及 以色列以及卡达 而这次出访主要的任务是要直接向中东各国传达讯息 强调美方并不希望冲突升级 也不愿意跟伊朗爆发战争 因此布林肯向各国逐一表态 并且说明美方的立场 而美国约旦的基地遇袭造成了三名美军效命 美国以及英国等多国联军接连是对 叶门的胡塞组织 以及伊拉克叙利亚的亲伊朗的民兵来发动攻击 美国的国安顾问苏利文预告 还会有更多的打击行动 不过共和党就抨击了 拜登对伊朗太软弱 敦出当局跟伊朗正面对决 美军驱逐舰葛瑞弗里号 以及卡尼号发射战斧巡逸飞弹 同步还有F-18战机 从美军航舰艾森豪号上起飞 美军又对叶门胡塞组织出手了 美军又对叶门胡塞组织出手了 为了帮三名在约旦丧命的美军 做出报复回应 美军在叶门当地时间2月3号 生意约11点半开始 对叶门控制了36个据电发动空袭 以F-18战机和飞弹同步攻击 同时还有英国空军台风战机也出动 英国首相苏纳克强调是所谓精准打击 从2月3号晚间一直到2月4号凌晨4点和5点半 多国联军三波空袭不间断 打击胡塞组织多个地下储存设施 还有无人机发射地 这让胡塞军方气得誓言以牙还牙 夜门当地又掀起大规模抗议 只见示威者拿着长枷发动挺加萨反英美游行 同一天胡塞军方还加码公布 以美国和以色列为假想敌的演习 只见无人机队起飞空头炸弹 胡塞就是要和美军硬碰硬 美国这边也放话 一切都是刚开始而已 事实上美军的报复不止如此 前一天就出动了B1轰炸机 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民兵 发动攻击 同时袭击两个国家境内的伊朗势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统计这一次共使用超过125枚精准导引炸弹 瞄准超过85个目标 在美国这番行动过后 明宅被炸出大洞至少16人丧命 至于让伊拉克当地再先反美示威 拿着丧命的失业派成员一照上街 伊拉克民众要美国滚出中东 一连三天美军为首在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燕门动作不断 其实都是剑制伊朗 伊朗提供无人机等武器给暗中扶持的民兵 全部都与美国为敌 拜登要有限度的回应 但是国内的共和党却不满 为什么拜登不指导黄龙 共和党要求加大对伊朗经济 以及各项制裁 断了伊朗原油出口 美国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强声 就直批拜登对伊朗太过姑息 要求拜登和伊朗正面对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五日因俄罗斯的要求 就中东危机来召开紧急会议 联合国政治事务负责人就呼吁安理会 协助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并且缓和地区紧张的局势 中方的代表张军就表示 美国空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行动 正在中东制造新的动荡 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防止局势失控 而美国则是表示 美军的越旦基地遭到攻击 造成了三名的美军殉职不可接受 美国采取空袭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也是行使自卫权 而另外再来看到 这个是美国的边境移民问题 参议院公布最新的千亿美元法案 将针对美国的移民制度来大做改革 同时要解锁对乌克兰援助 那么尽管参阅两党的领袖一头热 但是众议院的共和党 却是没有意愿协商或是表决 因为在大选年 边境移民是最好操作的政治议题 尤其对川普来说 美国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川普能把边境的问题处理好 美国墨西哥边境这个周末很热闹 号称夺回我们边境的反非法移民车队 从美东的维吉尼亚州出发 浩浩荡荡抵达德州边境小镇 奎马多 这位老兄远从犹他州南下德州 连同其他来自全美各地的数百人 到美国南部边境三地抗议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无疑是2024 美国总统大选最热话题 根据NBC新闻民调 在确保边境安全控制移民上 57%认为川普可以处理的比较好 仅22%认可拜登 而在边境议题上 打前锋的德州州长阿伯特 周日更要13位共和党籍州长 高调前进对抗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 边境第一线伊格帕斯 过去一个月 德州杠上联邦政府 持续在边境加装铁丝网 限制美国边境巡逻队 进入边境河岸的谢尔比公园 直指拜登政府在阻止跨境上不够强硬 而距离德州边境3000公里远的华府 两党参议员则公布1180亿美元的 跨党派边境安全法案 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在每天平均超过 5000移民试图跨境时 暂时关闭边境 也将结束据争议的抓了救防政策 另外法案也包括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 以及一小部分印太地区的抗中伙伴 尽管参院两党领袖都几乎这项法案的重要性 但深受前总统川普影响的众议院共和党人 恐怕根本不考虑 更别提送交表决 众议院议长强声说 法案一到众院就死了 声明直指法案比预期还糟 根本无法结束拜登造成的边境灾难 而迈向11月大选 拜登轻松赢得民主党第一场初选 在南卡罗莱纳州拿下96.2%的选票 现场支持者高喊再做四年 对拜登来说 这场初选虽然稳操胜算 但南卡至关重要 四年前拜登就是在南卡奠定他获民主党提名之路 这回他要靠在南卡大胜提振选战 吸引非议选民 周日拜登在转网初选下一站内华达州 随着大选气氛越来越浓 拜登接连造访摇摆州 强打抗衰退的经济 2020年拜登在内华达州 仅小赢川普三万三千多票 不到百分之三 2024若还是川败对决 选情恐怕依旧紧绷 日本关东地区一夜大雪 让东京市中心的千代田区出现了9公分的积雪 而且因为首都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封锁 导致了不少的观光客受困在市区 无法前往机场搭击 长野县甚至还发生了电车追撞的事故 有一辆轿车疑似是因为积雪受困在平交道上 遭到电车直接撞上 而根据东京消防厅的记录 这场大雪不到24小时已经造成了东京超过百人受伤送医 一辆红色小轿车受困平交道上 工作人员死命挥手 没想到下一秒电车还是直接撞上 小轿车整辆车被往前推 索性当下电车车速不快 乘客和轿车驾驶都没有受伤 日本关东地区迎来入冬后最大降雪 长野县发生电车追撞事故 山里县铁路交通也受影响 原定五号下午两点到站的特快列车 六号清晨四点半才抵达月台 特快车变特慢车 旅客毫无奈 这场大雪让东京市中心难得出现积雪 高度达九公分 六号清晨降雪虽减缓 但五号下午的大雪 不止东京市民 外国观光客也感受到入冬气息 观光圣地前草雷门 色谷街头 千代田区国会议事堂 全被大雪笼罩 位于东京的上支大学六号将迎来入学考试 两千两百名学生应考 但秋巴大雪耽误考生行程 校方特别设置迟到考生专用考场 不过路空交通持续受影响 与前机场取消三十一架航班 首都高速部分路段封闭 巴士无法营运 不少游客请乘受阻 提醒近期计划前往日本的旅客 多留意交通资讯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你或你的家人会时常咳嗽吗 常常觉得吸不到气 喘气或呼吸很费力 那你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的问题 慢性阻塞性肺病又称肺阻塞 台湾每年有超过五千人 因为这个疾病死亡 常年在国人十大使因榜上有名 但国人对于肺阻塞的病适感却不足 肺阻塞有咳 痰 喘 三大症状 由于症状跟一般感冒类似 时常被轻忽或延误治疗 但是肺阻塞若长期被轻忽 一旦急性恶化 后果将不堪设想 根据健保资料库研究显示 肺阻塞患者急性恶化住院的死亡率是4% 年龄越大或共病越多的病友 住院死亡率较高 即使出院之后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2% 哪些人是肺阻塞的高风险族群 肺阻塞好发于40岁以上族群 其中有很高比例是吸烟族 有些人本身不吸烟 但可能吸到二手烟 三手烟 再来是室内外空污 最后一个危险因子则是家族病史 也就是遗传因素 由于肺阻塞的症状很容易被轻忽 有些患者咳嗽流鼻水半年 却还是以为自己是感冒过敏体质 我们要提醒民众 如果有咳 痰 喘 喘 三大症状 持续三个星期以上 尤其是有吸烟史 长期处于二手烟环境等危险因子的民众 可以利用肺阻塞自我评估问卷 做初步的自我状况评估 另外也可以透过一分钟登阶 自己检测一下肺功能 如果没有办法在一分钟内爬30阶楼梯 就应该及早向医院的胸腔科报道 安排肺功能检查 目前肺阻塞的吸入剂治疗 用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剂型 短效剂型多用在急性发作的患者身上 使用以后会立即性感受到药效 症状得到缓解 因此不少患者习惯在急性发作时 采用短效型吸入剂 但是肺阻塞需要长期保养肺功能 如果一直只使用短效型药剂 恐怕会出现药物耐受性的问题 万一急性发作 恐怕会面临失去药效的情况 因此建议肺阻塞犯者长期控制病症 需要使用长效型药剂 来作为日常保养 台北市将迎来全新形态的商圈 就在台北的大巨蛋这里 很多人期待商场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幕呢 现在百货也说明了 他们说第一阶段十四家的餐厅就在一楼这边 预计今年五月就要开幕 不急着在农历春节登场 但百货有备而来 初步规划 地区十四家餐厅会有宠物餐厅 或是主打全台或全台北市首家 另外也要抢工业经济 目标吸引夜猫族或早鸟民众 百货预估今年要开出两区 餐厅以外还有八月C区地下街 以及隔壁洞影城 预估明年五月登场 由谁接手 目前还在洽谈 至于大巨蛋体育馆 目前在适应运期 二月二号 大陆股市和香港股市近一个月杀生震天 大陆央行为了旧市和振兴经济 实施了降准两码 降准当天也就是周一 A股还是开低走低 开盘没有多久 就有两千多档的股票逼近跌停 让许多的股民崩溃 直呼这简直是亡国的征兆 而大陆国家对加码进场互盘 周二A股和港股早盘皆是呈现上涨的趋势 大陆央行降准两码五号生效 并释出4.4兆台币 正当外界关注A股能否在资金 硬注下反弹上涨时 5号A股盘中两千多档股票逼近跌停 沪山股和北京创业板高达五千档下跌 可说杀生震天血流成河 陆股跌跌不休 大陆股民又气又慌 5号当天有网友发现 官媒新华社微博发的早安图 是搭配双人跳水图 这让不少股民发文嘲笑 暴跌根源找到了 原来新华社早就提前暗示会跳水 随后这篇发文被新华社撤下 真的让市场的这个情绪慢慢平复 慢慢稳定 还是需要更有力度的 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呵护的政策 A股三大股指起头向下 创下阶段性新低 大陆央行就算降准两码 幅度相当于去年两次降准总和也无效 证监会砍键盘中发声 今年以来股票质押规模 较去年年末有所下降 股票质押违约强平金额 为2700多万元 占市场日成交额比重较小 在大陆国家队力往狂澜 努力救世下 A股和港股六号早盘总算上扬 其实陆股动荡也引发国际议论 路透报道有专家分析 是因为大陆民众担心 第一季经济成长可能不如预期 加上大陆房地产市场仍然陷入大麻烦 包括恒大在内的一些大公司负债严重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影响股市的关键事件 TVBS新闻叶俊宏 林秉珍 综合报道 追踪第一线 线上访问到的是记者陈运文 运文您好 关于您好 大家好 大陆股市叠叠不休 有不少的大陆股民 跑到了美国的驻华大使馆的 微博账号来留言求救 导致使馆的微博 在四号晚间开始 是禁止来发表评论 所以有不少的网友 是转战到了印度的大使馆 微博留言 甚至还有人说 终于了解租借的作用了 要先跟运文请教的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 关一我们来看到 这主要就是因为 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股市 不只是低迷 而且还弥漫着一种 恐慌跟悲观的情绪 我们现在看几个数据 就是今年开年的第一月份 A股的三大指数 包含的是上证指数 累计下跌6.27% 还有深圳城指数 跌幅13.77% 创业版下跌16.81% 都是创下了 是2015年戎断以来 单月的最大跌幅 而且这个深城指 一月跌幅是超过去年 一整年的跌幅 一个月跌幅就超过去年 一整年的跌幅 非常的惊人 但是要来看到的是 为什么这么多的民怨 涌进这个外国 驻华使馆的微博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官媒 人民日报 竟然在这个时候 还发表一篇文章 就是说 这个整个国家 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引发了排山倒海嘲讽 跟这个批评 还有就是他们 中国证监会的官方微博 是关闭这个评论功能的 所以很多这个受到损失 很严重的 这个国民无处宣泄之下 就涌向这个美国 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去求救 像是留言说 希望美国打过去 救中国的股市 解放中国 还有说 宁可双述不让全会担营 那相关的求救 抱怨的留言 这样的贴文 就已经是累计有超过 15.8万笔了 这数量是多到让美国驻华大使馆 在前天晚上就关闭 禁止发表评论 留言功能 所以股民就转战去了 跟他们有边界冲突的印度 印度的驻华大使馆 微博就表示说 支持三哥 只有印度是配得上东方大国 这个称号的亚洲国家 还有人说 终于是知道说 什么叫做租借 好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外国使馆的微博 是不会像中国官方的账号一样 去删留言 去关闭留言的 所以目前在印度使馆的微博下 累计了上千则 这个中国国民的留言 那也不只是印度使馆 现在他们的国民 也跑到这个日本的驻华大使馆 去求助了 最可见 这个中国大国他们目前 这个股市崩盘 经济持续的稳靡不振之下 但是官方跟媒体 却还在持续的 唱好称赞的情形 让这个民怨 可说是无处宣泄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峰了 而且来看到 是这个投资机构高盛也指出说 他们有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 现在中国是不可投资 不适合投资的情形 所以很多的迹象看来 就未来这一年 中国大国经济 可能还会持续蒙上一层 比较厚重的阴影 另外再来看到 根据日美的报道 辉达的显卡 在亚洲的各国是被扫获 严重的供不应求 而且这个价格比一年多前 上市的时候还大涨了六成 那么带往中国之后 这个价格还可以翻到三倍高 要再次请韵文 为我们说明这个情况 好 确实我来看到 这是根据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指出 因为美国政府实施了 这个高阶晶片的出口管制之后 这个就禁止高阶晶片流向中国大陆 那这个AI大厂灰达所生产的 这个专门为游戏图像设计 还有这个训练AI模型的 这个就是模型显卡 叫做RTX4090 这个显卡也在这个管制出口名单当中 但是就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在亚洲很多的国家 中国以外的国家 就开始变成了一个抢手 或者这个价格已经比一年前刚上市的时候 翻了八 就是六成之多来到了是八万台币 左右一片高达八万台币 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买到之后 把这个东西带到中国或者是香港等其他的城市 再转卖到中国大物的这个买家手中 那因此可以翻倍 可以翻了三倍的高价 这个获益不小 我们就来看到是有根据这个新加坡的电脑零件供应商透露 这个因为中国买家的抢货之下 导致这款显卡呢 可说是公布应求的情形 所以呢就零售商要求了 要买这款这个显卡 同时也得购买它完整的硬体系统 所以现在是有人呢 他就直接买下了20多套电脑 就只是为了拆解这个晶片出来 再进而转售来获利了 另外再来看到是 目前在中国大陆深圳这个电子市场 就华强北 有店家是公开的讨论 他们可以贩售这个被出口管制的晶片显卡 那他们能够获取的这个方式 就是透过采购代理 或者是呢在海外设立这个空壳公司 再将这些晶片显卡呢 转而带进了中国大陆 所以这样的流动呢 就显示凸显就是说 美国要阻止这些高阶晶片 进到中国的努力跟企图 可能是暴露到这些 有些相关的经销商啊 走私管道漏洞 这些都还目前是还蛮难克服的情形 好看得出来呢 这种高阶的晶片显卡呢 对于各国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也谢谢韵文为我们带来详尽的分析 谢谢 另外再来看到呢 在新年期间 拜登政府准备派遣财政部的官员 组成的高层代表团 来前往北京访问 展开新一轮的会谈 准备为财政部长叶伦 第二次访中来铺路 而根据准备出访的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 这次五人代表团将由美国财政部来负责 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伯带领出访 为期两天的会议当中 将会针对北京政府补贴的做法 还有中国大陆低价对外倾销干扰国际市场等问题 来展开对话 而这将是美中经济工作组召开的第三次会议 也是美中为加强高层沟通展开的最新一轮的接触 好 那么另外还要再来看到是上周 美国的联准会今年的第一场利率决策 才交易了降息的预期 让这个市场把希望是往后放在五月 那么如今这场梦可能是要更遥远了 美国的劳工就公布了全美国的一月 非农就业报告从的就业人数 失业率还有薪资成长是通通没有降温的迹象 强劲的还有科技业 那么除了有一连串的亮眼财报 苹果时隔七年首次推出的全新产品 首款头戴装置Vision Pro终于在美国开卖了 由苹果执行长库克推开第五大道旗舰店的大门 亲自迎接两百多位在外等候多十人民众 韩萱握手自拍样样来 这些人从各地远道而来 就为了苹果力推的混合时镜头套Vision Pro 2月2号在美国正式开卖 这全新的头戴式装置 能够让使用者观看沉浸式影片 并和周遭的事物互动 Vision Pro不含配件 售价要三四九九美元 和台币约十万的价格 但还是能见到不少人拎着一袋一袋 毫不手软的打包带回家 第一位入手的顾客走出店外 受到夹道欢迎 因为这是苹果时隔七年 首次推出的新产品 库克更称它做时尚最先进的 消费电子装置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象 因为其他人的VR和AR产品 他们尝试地禁止你 其他人的VR和AR产品 其他人的VR产品 看来是玩具 这一样看来是在日常喝 你能够使用视频 久违的苹果第一代产品 虽然有贴合脸型 体积不大 4K画质等优点 但缺点则被认为是 功能不多 重量太重 还有充一次电 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续航力 如果你是苹果疚痴 或疚痴痴 那会是值得的 但这是苹果第一代产品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否会比较大 是否会购买它 我们应该要聚焦 制作品 不过分析师认为 这会是苹果跨足ARBR领域的 重要一步 预估今年的出货量 可达到50万至60万台 另一间科技龙头亚马逊 则持续用AI来强化顾客的购物体验 最新推出这款AI助理Rufus 要让顾客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来选购商品 上周五的华尔街 除了苹果被中国大陆销量暴跌 影响股价大跌3% 其余科技七雄大都被亮眼财报鼓舞 包括亚马逊股价跳涨近8% 首次派发股息的脸书母公司Meta 则狂飙超过20% 当天美股三大指数则是全面走扬 标普500更再次逼近收盘新高 因为同一天还发布了关键的非农就业报告 并且出乎意料的强劲 2024第一个月 全美贡新增惊人的35万3000份工作 比市场预期多了将近一倍 失业率则是连续第三个月持平在3.7% 更是连续两年都低于四字头 平均薪资的增加幅度也创下近两年来最大 以领域类别来看 专业和商业服务增加最多 新增7万4000份工作 再来是医疗照顾的7万份 零售业也多了4万5000位新员工 数据反映出消费者信心持续强劲 购物消费的意愿也很高 美国经济活力惊人 却把联准会的降息动作推得更远 继上星期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才表示 3月不太可能降息 已经让市场把希望往后推到5月 如今就业不降温 也让降息的时间表再填贬数 根据另一份人力公司做的统计 上个月确实出现一波财源潮 以科技和金融业居多 特别准备怎么报道 我刚刚走 我今天到吗 我今天到吗 不是 我今天到我那边吃 来了 来了 我拍了 我拍了 4 4 5 4 5 太厉害了 好 每周六晚间八点 TVBS42台 演员们的旅行 最新流行时尚资讯都在女人 我就知道 這樣的顏色 對黃皮膚來講都非常的刺激 美拉德會一直延續到2024年 原價的冠山 起標價對折7000 刺激概念是 台式的半甲刺激 2024的髮型趨勢一到幾 都依照週五晚上9點鐘 都在TVBS42台 第一次到香港 吃個戲 阿飛 這樣叫嗎 它在每一樓打開 就會有些新的東西 好像就讓我覺得 好興奮喔 我喜歡這種 這種綿綿的 這種渾染的感覺 十三四大名菜之一 暗南香魂飯 第四 遊戲還沒開始 每週六晚間8點 TVBS42台 演員們的旅行 妳買西瓜刀幹嘛 有需要啊 妳一定是在棄我 今天早上抱羊種對不對 妳好意思說啊 妳什麼時候生日 我一定記得 今天 妳們記得嗎 那邊是我的耶 健健結吻 我 我暈了 TVBS42頻道 每週一之週五晚間8點 沒有你依然燦爛 怪手不停的挖呀挖 時光人人也來來揮揮好忙碌 許多工程車也停在一旁 但仔細一看 他們挖的不是一般泥沙土石 而是澎湖特殊的玄武岩 玄武岩柱的外表已經變得不明顯 通通成為一堆石塊 讓民眾感到疑惑 玄武岩是可以這樣說挖就挖的嗎 澎湖日期的民眾在仙人掌公園附近 野眾市二零一線到青丸路段上 看到人員在挖玄武岩 瞭解後才知道 是因為這裡隨時都可能會有石塊崩落的危險 去年因為颱風的影響 這個路段的玄武岩風化嚴重 導致月初二度又有落石崩落 雖然已經有設置擋土設施 但縣府單位評估後 決定在實施岩壁的小坡工程 知名的玄武岩景點大多都是自然保護區 不能攀爬觸摸以外 本來就不太會有車子經過 而非保護區的玄武岩領接道路之間 又沒有緩衝氛圍 因此縣府決定設置安全緩衝帶 並加高護欄 施工期間將會封閉一車道 也提醒民眾經過時小心安全 確定說這一區目前不在玄武岩的保護區內 不過雖然是這樣 我們還會盡量以保留限定保留最大 損害最小的方式來做 雖然玄武岩是澎湖特殊的地質景觀 但還是要以人身及交通安全考量為優先 民眾若想觀賞也可以到特定的保護區範圍 TVBS新聞城鎮藍廳澎湖三方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OECD五日宣布上調2024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預估2024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為2.9% 高於去年11月預測的2.7% OECD表示指標顯示成長已經有放緩 利率上升影響信貸和房地產市場 那麼全球貿易仍然是相當的低迷 同時警告中東衝突構成的風險 紅海航運中斷也可能會導致消費者物價上漲 報告也指出如果從中東到亞洲 歐洲和美洲的石油和天然氣主要的運輸路線中斷 衝突擴大或是升級恐怕會推升能源的價格 而另外呢在中國大陸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是遭遇了2008年以來最嚴重的寒冷天氣 南方航空有乘客投訴 他們關在機槍裡面迟迟無法起飛 老人跟小孩都被悶到滿臉通紅 那麼還有一面女子 因為受困在武漢的天河機場超過30個小時 疑似因為睡眠不足 最後是昏倒送移 大陸冰凍雨雪天氣嚴重打亂交通 有民眾投訴原本3號要從湖北武漢天河機場 搭乘早上11點多的南方航空班機 結果不斷收到延遲通知 好不容易下午3點多登機 結果一直關在機艙裡 等到晚間快9點才被告知航班取消 小孩帶飛機板被憋倒滿臉通紅 老人已經不行了 老人跑到前跑到前面去 因為大雪攪局 飛機得花時間除兵 跑到也可能因為結兵影響飛行 因此南方航空取消了武漢機場的105個班次 但機場從頭到尾都沒廣播通知旅客 空服員也沒出面安撫 就算乘客多次報警也得不到正面回應 有女子困在武漢天河機場 長達30個小時 因為反覆登機下飛機 加上只睡了兩個半鐘頭 最後體力不知暈倒 不只航班大亂搭高鐵的乘客 也沒好到哪裡去 這個車原有的16號車箱 改為了一等座 讓原有16號車箱的人沒有地方坐 歷史上說 現在沒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鐵路山東青島站 因為車輛故障臨時更換車輛 但因為型號不同 座位減少97個 等於將近100位旅客 明明買了對號座 卻一路佔了六個鐘頭 才結束這場噩夢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錄劇繁華讓幾位主角 成為春晚的當紅炸子機 最近胡歌 唐嫣和星之磊 都出席了春晚的彩排 那麼當日穿搭 也成為了社群的話題 而港劇的新聞女王 蛇詩曼也以MAN姊的姿態 預告登上東方春晚 眾星參加央視春晚彩排 本司直擊大陸男星胡歌 身穿黑色大衣現身 路途中向工作人員點頭示意 帥氣身影相當搶眼 除了繁華中的寶總 劇中汪小姐唐嫣也來了 頂著大波浪飄逸長髮 還有美艷老闆娘辛子蕾 我來丟頭的 除了大大哥人 擦起頭髮模樣帥性 辛子蕾等車時 意外被本司們給包圍 親切互動 劉詩詩 還有夯劇一念完山劉詩詩 劉詩詩也來了 劉詩詩全身包緊緊 仍是被粉絲給認出來 楊蜜咖啡色上衣黑色口罩 也在第一次的彩排下班時被捕獲 這回胡歌楊蜜劉詩唐嫣都來錄製春晚 也讓仙劍三主角經典重劇 劇名也期待這部劇的名場面 會在晚會中重現 我在哪裡 哪裡就是亮點 歡迎收看黃靖時端新聞 我是文慧欣 今天播報一條獨家新聞 我只說一次 大年初一七點半 東方威師春晚準時上線 帶你們看看春節最熱鬧的地方 在哪裡 港星蛇詩曼 用MANJ的語氣播報新聞 要將新聞女王搬到東方春晚 預告先童框鄧穗文 也讓人夢迴經典戲劇金之玉念 航劇登上春晚舞台 演員陣容成亮點 TVBS新聞專程的紅頂台報道 你買西瓜刀幹嘛 不需要啊 你一定是在棄我今天早上報陽種對不對 傻 你是想要告訴我你不會 還是不知道怎麼當副總 執行長 我真的希望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麼 以後這種會 我根本就找不開了 你該不會要跟我說 你哥是變態殺人物吧 TVBS42頻道 每週一之中晚間8點 沒有你依然燦爛 因為他是眼睛 將近失明的時候 才發現 他有青光眼的問題 患者提到家人 語氣中滿是關心 台灣青光眼患者越來越多 而且當事人幾乎不會察覺到 青光眼其實沒有什麼症狀 我是因為健康檢查 視力檢查才知道 我有青光眼 患者彈炎是透過健康檢查 才驚覺不對勁 一般日常情形下 並不知道自己有青光眼 醫生說 最主要的原因 出在眼壓過高 我當時當然害怕 因為我去做檢查 發現有青光眼 後來我就請我弟弟去做檢查 我妹妹去做檢查 結果我弟弟也有 台中榮總提出數據 台灣約有40萬人患有青光眼 這十年間多了約六成的病患 而且病有年齡層下降 眼科醫生想找出解決方法 進一步發現 青光眼跟膽固醇有關 青光眼的危險因子 應該還是以眼壓為主 如果眼壓太高的話 會造成視神經的缺損 可是台灣正好有三分之一的病患 他的眼壓並不高 醫生說青光眼的患者 普遍高密度膽固醇不足 也就是好的膽固醇過少 如果能讓HDL濃度提升 有助於防範青光眼 方法很簡單 多運動就是最簡單 又不花錢的方式 血液循環比較不好 我們建議他要從事一些有氧運動 後來他投入馬拉松慢跑 經過這五年來的治療 血液循環也比較改善 醫生透露青光眼初期沒有病徵 建議民眾35歲後定期檢查 越早發現越好治療 培養規律的運動習慣 有助防止病情惡化 另外若有家族病史 也要特別小心 TVB的新聞 賴春龍 徐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房詐騙網 周周公布詐騙來電排名 各大中小企業都有被冒名的風險 其實提倡的就是應該要做一個 所謂的認證的一個號碼 或是認證簡訊這樣的一個服務 消費者他都可以去看到說 看到了一個認證的一個勾勾 所以我就可以明確知道 這真的是從這個品牌打來的 而不是其他詐騙分子想要假冒它 不讓詐騙集團冒名毀掉商譽 防詐意識興起 不少企業採取實際行動建構防護網 守護公司名譽 特別報道 吳衛 我幫你幫忙 我需要知道 是誰看殺手殺了吳衛 等他走 你有沒有發現你接的任務 全部都被K&G調了 殺手組織不能對警察嚇死 我們不會被停職啊 最新消息 衛福部食藥署今天公布了邊境查驗 最新不合格的產品 那麼其中呢 有一項是美國進口的達美樂 披薩醬 檢驗出了農藥還養一碗 那麼標準呢 是不得檢出總計 一萬九千零五十公斤 全速退應 或是銷毀 而另外再來看到呢 由國外知名軍事網站 評比的2024軍力排名 日前出爐了 台灣在145個國家當中 這次名列第24名 和去年相比是往後退了一名 不過學者認為 報告中還有其他值得參考的依據 國軍勤練精訓 試圖證明 從戰術到戰略都驚飛襲臂 求新求變 國際之間有感嗎 基本上 我們國家的各項數據相較於往年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我們現在這樣一名的原因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德國 德國過去幾年可能受到 俄武戰爭的刺激 它有點要重新的去增加 它的裝備的數量 你自到自它的排名 就往前跳升 軍事網站全球火力 一年一平的各國軍力排名 日前出爐 145個國家之中 台灣火力指數0.3302 位列24名 帳面成績退步一名 因為前方領先者 跟去年相比又多了德國 4到10名法國調出榜外 輸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韓國敗軍工發展之次 擠身全球第五 有趣的是烏爾交戰近兩年 折損讓烏克蘭排名後 後退 俄國的第二名台行 卻不動如山 虽然說他強調他採取了60種數據 在他所採取的60種的數據當中 其實找不到太多 跟比如說數值 訓練水準 軍事科技還有聯合作戰能力 有直接相關的部分 舉例來說 國軍沒有航艦和兩棲攻擊艦 數據被歸類平均以下可想而知 不過從可服役的人口數 能源消費量或國土面積甚至水路多寡 難以改變的種種先天限制 也被納入評比 學者認為數據僅供參考 反而是背後代表的社會任性 值得正視 比如說煤的除量 天然氣的除量 石油的除量 我們的排名其實都低於全球的平均 這就反映到我們國家在面對戰爭的時候 那種社會任性 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弱點 能源是民生必需更是戰略物資 但是資源儲備或是徵用 不是軍方能獨立決定 這一任的總統賴總統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進行一個 比較有挑戰性的工作 如果是請一個文人部長來的話 他就沒有一個軍種的包袱 那在推行所謂改革 或者是人力跟財力的分配的上面 還有這個我們國軍組織 這個結構的調整上 就可以大刀闊斧的來按照理想 按照這個應該有的方向來推動 三軍統帥決策方向影響軍力整建 蔡政府任內悬而未決的 包括備受質疑的大陸軍架構 而國軍史觀或國家戰略 是否也會調整 我們的國家戰略是什麼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都沒有 歷任總統沒有提出來 然後我們中戰指導 中戰指導是是什麼 那這些東西出來以後 其實國防部才有辦法跟進 這些東西來訂定 它的國防政策跟基礎戰略 六月十六號的黃埔軍校的孝慶 尤其今年是黃埔建軍一百年 這是天大的事情 我相信賴總統他絕對會到場 而且會發表一個很重要的演說 接觸我們他在建軍備戰方面的方向 尤其還有就是國家認同等等 路線上的一些主張 如果真的做出一番大破大力 會不會換來不友善回應 在三月份來講 基本上還是蔡英文總統執政期間 那我認為中共基本上 已經對未來的總統賴清德 宣稱已經是採取定性定調 我認為中共的相關演習 大概應該是會放在五月份大概來做 當然我認為還是會在台灣周邊海空域來做 那一個戰備警型跟一個聯合演習 像是外媒最關注的環台軍演 是否又重演 共軍研究學者提示兩大征後 所以他這些中央軍委的高官 有沒有他的所謂飛到東部戰區來做 相關工作指導 美國跟中共跟我們中間 到底有沒有達成一些相關的一個共識 雙邊如果沒有一些共識 可能他的回路 就可以會比較強硬 軍力排名只是統計學 防衛態勢如果都能量化 烏爾戰爭不會僵持近兩年 台海爭端恐怕也成定局 TVB的新聞何佳穎英甫拍不到 我不想看到你哭 你哭我會超不中 幫我上課 然後你每天放學以後 幫我上第九星課 叫陳沐妍來辦公室找我 專門勾引學生不知檢點 你現在就立刻可以跟我混啊 為什麼要跟你媽作對 老師哪一句話我沒有聽到 無論我做什麼都沒有用 我的人生 不是由我自己能夠選擇 歡迎您持續加入Focus的世界新聞 我是柴英倫 首先我們帶您關注的是財經的訊息 中國大陸股市跟香港股市 最近一個月是殺身震天 中國大陸央行為了救市跟振興經濟 實施了降準兩碼 但是降準當天也就是週一這一天 A股還是開低走低 開盤沒有多久 就有2000多檔的股票逼近跌停 這讓許多的股民是大崩潰 直乎簡直是亡國的征兆 大陸央行降準兩碼5號生效 並釋出4.4兆台幣 正當外界關注A股能否在資金 抑注下反彈上漲時 5號A股盤中2000多檔股票逼近跌停 滬山股和北京創業板高達5000檔下跌 可說殺身震天血流稱和 陸股跌跌不休 大陸股民又氣又慌 5號當天有網友發現 官媒新華社微博發的早安圖 是搭配雙人跳水圖 這讓不少股民發文嘲笑 暴跌根源找到了 原來新華社早就提前暗示會跳水 隨後這篇發文被新華社撤下 真的讓市場的這個情緒慢慢平復 慢慢穩定 還是需要更有力度的 對於整個市場的一些呵護的政策 A股三大股指齊頭向下 創下階段性新低 大陸央行就算降準兩碼 幅度相當於去年兩次降準總和也無效 證監會罕見盤中發聲 今年以來股票質押規模 較去年年末有所下降 股票質押違約強平金額為2700多萬元 佔市場日程交額比重較小 在大陸國家隊力網狂瀾 努力救世下 A股和港股六號早盤總算上揚 其實陸股動盪也引發國際議論 路透報導有專家分析 是因為大陸民眾擔心第一季經濟成長可能不如預期 加上大陸房地產市場仍然陷入大麻煩 包括恒大在內的一些大公司負債嚴重 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多 這些都是影響股市的關鍵事件 TVBS新聞葉俊宏 林秉珍綜好報導 好 持續來關心對岸的緊急發展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是數據顯示 2023年的經濟成長是5.2% 略高於官方的目標 但復蘇遠比許多的分析師和投資者 預期的更不穩定 例如像是房地產的危機 還有通貨緊縮的風險都加大了 這讓中國大陸的民眾感到不安 陸道直擊上海紅橋火車站 集滿返鄉過節的旅客 他們許多人在面對大陸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 心情如同一箱箱行李般沉重 其實保險行業都在裁員 在優化 在減薪 核心的邏輯實際是 我個人感覺是供需關係的問題 感覺2023年挺難的 因為工廠效益不是特別好 然後整個大環境也比較差 感覺比晚年都難 在電動牙刷企業工作的員工分享 公司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 2023年業務大幅下滑30% 年輕人日子也很難熬 24歲在寵物醫院工作的白領 面臨減薪和隨時會被裁員的困境 大陸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3年經濟成長5.2%高於官方目標 但復蘇情況遠比許多國際分析師 和投資者預期還不穩定 許多經濟數據顯示 儘管大陸官方推出許多刺激經濟的政策 但在房地產危機和通貨緊縮的情況下 新年想看到景氣好轉還是很難 在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中領先的 前美國總統川普計劃如果11月再次當選總統 將升級他任內發起的中美貿易戰 這也讓不少大陸投資人憂慮 低迷的市場雪上加霜 TVBS新聞葉俊宏李敏珍綜合報導 好看完中國之後我們來看美國 美國總統大選倒數9個月的時間 NBC也針對兩人做出了支持度的民調 這兩人是川普跟拜登 拜登落後的差距是再拉大了 從經濟問題到行政能力甚至是健康狀況 美國人似乎都認為川普是勝過拜登 不過美國的選舉制度決定勝負還是在搖擺州 拜登最近就到了內華達州來顧他的基本牌 然後回華府之前還去買了珍奶 儘管黨內沒對手 美國總統拜登還是在內華達州初選前 到拉斯維加斯爭取11月投票 關鍵搖擺州少數族裔的支持 離開前還去買珍奶 電影員特別告訴拜登用吸管戳風膜 2024美國總統大選倒數9個月 憑連任的拜登在全國民調落後川普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最新民調 川普領先拜登的幅度 從去年11月的2個百分點 擴大到5個百分點 拜登施政滿意度創新低只有37% 是近年尋求連任總統的最低 只比1992年的老布希和1980年的卡特要好 儘管就業數據亮眼股市表現強勁通膨 情況改善 但選民對拜登的經濟成績無感 不管是處理經濟和邊境議題 或者個人健康和能力 民眾都認為川普比拜登要好 2024幾乎確定是2020總統大選的再次對決 拜登政府的國安補充預算 也成為拜登和川普的攻防焦點 不讓拜登能在邊境政策上取得任何進展 川普繼續在社群平台真實社群上 抨擊參院兩黨協商的國安補充預算法案 參院預計在星期三針對法案進行投票 但眾院議長強生已經表示將會駁回 還強調自己不聽川普指示 TVB的新聞嘉輝美國華府報導 好我們再來關注到 是英國白金漢宮宣布 英國國王查爾斯被診斷出離癌 那其實查爾斯在上個月才剛動過 攝護腺肥大的手術 現在又發現離癌緊急暫停了所有出席活動 不過英國王室的公開活動重擔 就會落在了是王儲威廉跟王后卡蜜拉的身上 就連遠在美國的哈利也將回英國來探望爸爸 上個月底英國國王查爾斯 才動完攝護腺肥大手術 沒想到疫情期後有更重大的消息曝光 原來查爾斯在手術前的檢查發現離癌 只是英國王室沒說哪種癌症 只透露不是攝護腺癌 而且查爾斯已經在星期一開始接受治療 查爾斯接下來的公開活動全部暫停 不過還是會繼續處理國務 扛起王室門面的剩下卡蜜拉和威廉王儲 其實威廉上個月負責照料動腹部手術的凱特 這星期才回到王室崗位 另外哈利也將回國 路透社認為這是父子和解的好時機 他在家庭上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是他第一次很重要的時間 健康連連出狀況 加冕不到一年的查爾斯 想多外出執行公務恐怕很困難 TVN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轉回亞洲來看 南韓三星集團會長李在榮 因為在2015年三星子公司 80億美元合併案當中 涉及會計詐欺跟操縱股票 那去年再遭檢警求除了五年徒刑 不過首爾法院在5號是宣判李在榮無罪 檢方仍可上訴 那李在榮出庭沒有接受記者的訪問 判決出爐之後 只透過律師表示 感謝法院做出的明治判決 那根據首爾法院的判決文 李在榮繼任集團會長 或鞏固對集團的控制權 並不是2015年合併的唯一目的 此外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損失其他被告的十多位三星高層 損失其他被告的十多位三星高層 同時也無罪釋放 彭博社指出對李在榮來說 從此不用再坐牢 就是莫大的勝利 好我們再來關心的是 美國職業運動最大的盛事就是 美式足球超級杯 即將在台灣時間下週一開打 今年的超級杯廣告時段 每30秒就要700萬的美金 這相當折合新台幣是2.2億元 不過還是有蠻多的廠商找來 像是足球天王梅西或是貝克漢夫婦 大咖代言 美國最大的體育盛事美式足球的超級杯 第一次登陸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 儘管台灣時間下週一才比賽 不過賭城已經被遊客擠得水洩不通 不過讓大家搶破頭的當然還有 超級杯轉播的廣告時段 據美國媒體戲稱 超級杯根本是三個小時的廣告秀 中間穿插一場美式足球賽 經典的廣告有酒精品牌 找來足球天王梅西在海灘踢球 還有外送平台 找來貝克漢夫婦助陣 這部廣告還幽默重現貝克漢紀錄片裡的經典橋段 只是短短30秒的廣告要價卻不便宜 因為自從1995年開始 超級杯的廣告每30秒就得花超過百萬美元 2024年在超級杯置入廣告估計要價700萬美元 折合台幣2.2億元 如果再加上製作費名人代言費等 總投資可能高達6.2億元台幣 各大品牌使出渾身解數製作廣告 找來一線明星助陣 就是希望一則投資上億元的廣告 能誤超所值 TVS新聞總和報導 去年亞馬遜宣布 將跟南韓汽車大廠現代來合作 在2024年要推出網路買車的服務 但像類似這樣 因為疫情推動線上看車買車的做法並不稀奇 但要在每個州有不同法規的限制之下 找出一個流程 把簡化的線上買車方式其實不容易 那不少人認為亞馬遜一旦找到了新的商業模式 很可能就會在汽車銷售的產業掀起革命 超級巨大的紙箱宋道夫 亞馬遜這一次又準備出新招 Honda is charging ahead with its EV ambitions unveiling a new model 沒有聽錯超大的紙箱裡裝的就是現代的新車 亞馬遜準備真的實現從A到Z的承諾 上網點幾個案件就能把車給開回家 聽起來很不可思議 但根據麥肯錫的調查發現有高達三分之一的民眾 願意上網買車 如果有35%的民眾願意上網買車 按照2022年美國銷售1560萬輛汽車來算 就是550萬輛車 平均交易價格大約是4.5萬美元 線上賣車的市場就高達2620億美元 這樣龐大的市場除了特斯拉等電動車廠 包括傳統汽車大廠也陸續加入戰局 GM started its ShopClickDrive platform for new vehicle sales and launched the CarBravo site for used cars Honda plans for sales of its Acura-branded EV lineup to be sold entirely online, starting with the ZDX in 2024 Ford CEO Jim Farley said at a conference in 2023 that fixed prices and totally online sales are the future Volvo has said it is planning to sell cars entirely online by 2030 這一次亞馬遜會聯手現代汽車 早在2018年現代在亞馬遜網站成立虛擬展示空間 就展開緣分 現代汽車也將使用亞馬遜的雲端服務 協助供應鏈營運運算 現代汽車還會整合亞馬遜Echo的網路助手 未來現代經銷商也將率先透過亞馬遜的網站 銷售汽車 目前先限制由亞馬遜的員工購買展開測試 預計今年就會正式推出 儘管還沒出手 但汽車經銷商卻已經如臨大敵 汽車經銷商更擔心這項線上賣車的做法 可能只是試水溫 完善整個流程並且了解消費者的喜好 就有望助力旗下投資的電動車大廠Revian 但美國每個州對於新車銷售的法規都不同 如何能讓買車就像在網購一樣輕鬆到貨 也成為亞馬遜線上購車的最大挑戰 不過一旦成功 預計將對市場上價值上照的汽車銷售 產生巨大的影響 區別新聞 總和報答 帶你蛻變 過年打開APP 掌握開運穿搭 招桃花妝容 還有最新的短影音 一滑就上癮 揚揚 欣喜行李專為你設計 並且下載 開啟您的時尚生活新片章 他們就說 一直出去旅行啊 一直去旅行 我心裡想說 哇 出去玩耶 他只有來了之後咧 完全讓你想不到 TVPS42台 每週六晚間8點到10點 演員們的旅行 跟我去過一次 完全沒有計畫的人生 米其林推薦 你看看這個顏色 漂亮喔 哇 這樣的搭配 會讓我滿滿的回憶 哇 這有一個空間耶 好復服喔 他天天在下午茶 是在早上去茶凌晨 真的滿胃的 非常胃的肉髮 神秘嘉賓 誰 老饕等級的 楊角金 基本上我是一個 很照感覺走的人 所以 你們 居然敢找我做主持 這 是不是打算造腳本喔 每週六晚間8點到10點 TVPS42台 演員們的旅行 看你真的不造腳本 對啊 哈囉 我是楓田 祝大家龍年行代運 萬事如意 在新的一年 整個正龍年 祝大家能夠告別龍力 勇敢追求愛喔 加油... 我是東阿 新的一年也要保持 龍光煩發 要保持自信又美麗的自己喔 大家好 我們是ITBOYS 在這邊祝大家龍年新大運 萬事如意 龍年好運 龍好運 兩年可以做到白切 通常要監獄耶 我從來沒吃過 羊肉像和牛 而且這捨不住那邊的和牛 大胃王比賽 還能夠 我們吃過完了 玩一個烤奶 請鎖定食尚玩家 兩天一夜夠 好吃好玩 絕不錯過喔 我們是巴塞妖祝大家 龍年行大運 萬事如意 還有是Hush 2024請繼續保持 作為一個榮光 煩發自信美麗的自己 我們是O開合唱團 在這裡祝大家 龍年行大運 萬事如意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威力安 在這裡祝福大家 龍年行大運 萬事如意 真的好好吃喔 很乾淨喔 這個拜託他們燒 他們肥肉是超級Q 可以滑肉飯 焢肉飯最讚 真的 手打麵 超香 冬天來上一鍋 正宗的沙茶牛肉火鍋 再忍都不怕啦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祝福桌園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幸福快樂 龍鴻運 號的2024 即將飛往龍華富貴 提醒各位旅客呢 坐好龍年行大運 準備抱頭的這個準備 我們是動力火車 新的一年要來了 祝福大家好運 龍中來 全球第一線 今天線上邀請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選 翁李中副教授 教授好 伊倫主播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教授我們首先要帶大家來關心的 還是美國跟伊朗之間的矛盾 也就是美軍駐敘利亞最大基地遇襲 那最近我們也聽到說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說 美軍還會有更多的打擊行動 不排除要攻擊伊朗境內的目標 但問題是馬上美國就要大選 所以現在共和黨也利用這點來抨擊拜登政府對伊朗太軟弱 美軍會跟伊朗正面來對決嗎 攻擊會不會更激怒這些民兵組織呢 教授怎麼看 是的 首先說攻擊會不會激怒民兵組織 當然會 如果這個有攻擊 遭受到攻擊的話 任何組織可能都會採取一些反制的動作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到底打算要針對伊朗 或者是伊朗的所謂的代理人 發動什麼樣的攻勢 而又有什麼樣的期待 也就是說會不會做好最壞的打算 也就是進行全面的美國跟伊朗的戰爭 目前看起來 美國其實並不想要做這樣的一個目標 並不想採取這樣的行動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知道 全球國際目前的混亂的局勢 讓美國其實並不想要真正的發動一場全面的戰爭 問題是不想發動戰爭跟不得不發動戰爭 其實之間的這個一條線很容易就跨過去了 什麼叫做不想發動戰爭呢 因為如同我們所說的 現在的對美國來說 怎麼樣能夠降低它的軍事成本 用所謂的反制 用無人機或者用轟炸的方式 不要打到伊朗本土 看起來呢 就是美國在避免發動全面戰爭的一個策略跟手段 可是呢 不得不發動戰爭 是指現在美國所採取的反制的行動 造成這些民兵組織 是所謂的伊朗的代理人呢 看起來也會做出一些反擊 就像最近又發生的這兩天又再次出現的這個攻擊敘利亞的美軍基地 可以看得出來民兵組織基本上也會採取所謂的報復行動或反制的行動 伊朗政府雖然一再的強調他們並沒有打算要跟美國進行全面的戰爭 也就是美伊雙方都說不想要全面開戰 可是美伊雙方似乎都沒有辦法控制現在的這個戰爭的局勢 尤其是伊朗到底能不能hold住他自己所這個支持的所謂的民兵組織 就會變成接下來這幾個禮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關注的關注的焦點 因為如果這些民兵組織的反擊的動作 真的造成美軍基地的重大傷亡 美軍如果不反制的話 拜登其實可能沒有辦法承受今年大選年共和黨的這個認為他過於軟弱 因此我們說雖然雙方都不想開戰 可是不想開戰跟不得不開戰 可能這個中間的界線很容易就很不小心就會跨越 要非常關注非常小心 但是我們必須說現在中東的局勢確實是牽一把動全身 如果中東真的美伊出現了全面性的戰爭 整個中東的局勢可能又會大喜白又會重新的必須重新來思考 甚至連這個烏爾戰爭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因此可能在過年期間我們還持續的關注國際新聞的變化了 最實如同教授所說 現在戰爭之間是互相來牽動 我們就看到說美國參議院公布了最新千億美元的法案 將對美國移民制度做出了大幅的改革 同時也解鎖對烏克蘭援助 但是遭到了眾院議長強身的拒絕 還說要另外審議一項獨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 我要請教教授是眾院議長強身為何會拒絕提案參院的這個部分 還有對拜登政府會不會有一些影響呢 是的 美國在周末的時候參眾兩院 尤其是針對所謂的邊境管制 以及到底要如何繼續援助烏克蘭 或者是援助以色列 有一個大規模的討論 尤其在參議院的部分 共和黨跟民主黨的參議員 似乎做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 所以提出了一個新的法案 這個法案裡面包山包海的主要談的 就是針對共和黨期待的針對邊境要強加管制 盡可能來避免非法移民的進入 尤其最近這年非法移民的數字非常的驚人 所以參議院提出的法案是針對邊境管制 提出一些做出一些妥協 那要換得的就是共和黨在支持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上 尤其是拜登總統所提的600億美金的部分 能夠給予鬆綁 可是參議院的妥協 參議院共和黨的妥協 並沒有得到在眾議院佔多數的共和黨 尤其是以強生議長帶領的 這個比較保守派的共和黨的議員支持 他們認為參議院的版本還是太過於軟弱 或者是對於邊境管制上面 真的並沒有得到太好的結果 甚至共和黨的在眾議院的這個議員們 他們認為現在的邊境管制 尤其是參議院的版本 提出每天5000人的這個人數 事實上5000人以上這個邊境才會關閉 那5000以下的話邊境不用關閉 但是眾議院的這些共和黨的議員們覺得 如果設立一個5000人的門檻 等於是告訴了這些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 想要進入美國的人 可以先搶每天前5000名的這個名額 基本上會讓問題更加的嚴重 更加的雪上加霜 當然這是整個包裹法案當中 冰山一角 共和黨基本上對於這個包裹法案不滿的原因 還包括了支持烏克蘭600億 共和黨也覺得太多了 共和黨認為呢 在現在的國際局勢當中 支持烏克蘭這麼多的錢 不如先來討論怎麼樣來援助 可能美國更重要的盟友也就是以色列 當然以色列的問題很多的衝突很多的矛盾 但是目前美國尤其是共和黨 對於以色列的支持還是比較強勢的 強勢議長是認為美國應該先把以色列 對以色列援助分開來處理 所以在這個禮拜我們會看到 在眾議院的部分 共和黨會先想要通過所謂的對以色列的援助 總而言之 目前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爭議 在國會當中是越演越烈 因為今年2024年大選將屆 兩黨都希望自己所擅長的議題 或者佔有優勢的議題 可以被選民看見 共和黨很顯然的在非法移民的問題 在邊境管制上面 希望把這個議題拉到全國的舞台 讓全民重視 而且把責任指向拜登政府 沒有辦法處理好邊境問題 而拜登總統當然也要把重點壓在 他自己所最最讚賞的 所謂的國際政治跟外交舞台上 強調的是 美國仍然可以扮演著民主國家的領頭羊 希望用這樣的一個論述 讓美國的選民繼續的支持拜登總統 在2024年連任穩住國際秩序 不過美國民眾到底看重國際秩序 還是看重跟他們自己切身 可能有更相關的非法移民 或者是所謂的治安問題 那就考驗著美國人民如何來看待 就要反映美國人民 到底怎麼樣看待現在的 所謂的這個政治議題了 但是我們必須要說 現在的這個國會的兩 美國政治的兩極化很顯然的 在這樣的一個議題的爭論上面 反映的是非常明顯 好 這勢必會牽動到這個 美國總統大學嘛 所以會持續政治攻防到11月了 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之前傳出說 想要格子烏軍部隊的總司令 他在接受義大利媒體訪問時 證實了這說法 而且不只是軍方將領 他說還考慮撤換若干的高層官員 我們要請問教授烏克蘭的領導階層 會大洗牌嗎 這會不會對戰爭有更大的影響 是的 烏克蘭領導階層看起來 根據澤倫斯基他自己 接受訪問的這個內容 看起來烏克蘭確實是有面 可能會進行一場所謂的內閣 甚至是軍方高層人士的大調動 但是之前傳出來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跟軍方的 參謀總長砸羅日尼 基本上雙方是不合的 不合的原因是因為 在目前烏俄戰場上面的僵局 讓澤倫斯基似乎失去了一點耐性 也對於現在的參謀總長 他在軍事調度上面有一些維持 而參謀總長當然也 憑藉著他的軍事專業 甚至是得到了非常多的 因為得到了非常多的民眾的支持 以及軍方的支持 所以認為軍事專業應該被尊重 所以導致政治跟軍事 雙方最高的領導人出現了意見不合 那也加速了 澤倫斯基認為 既然現在的戰爭局勢陷入了僵局 而烏克蘭又需要一個全新的出發 全新的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一種力量 所以澤倫斯基想出了 或者是提出了 這樣一個全面改變領導班子的這種想法 但是坦白說 現在真正烏克蘭遇到的問題 或者是澤倫斯基所帶領的政府遇到的問題 恐怕不是換人就可以解決的 最重要的問題恐怕還是 西方國家的援助到底能不能持續 以及現在烏克蘭內部 所謂的攀腐問題 或者是團結的問題 到底能不能解決 如果內憂外患沒有辦法處理 換上什麼樣的團隊 恐怕難度要能夠讓烏克蘭 繼續在這樣的一個烏克戰爭的情況之下 繼續穩定甚至是經濟要能夠重建或發展 難度都挺高 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都在看 烏克蘭的澤倫斯基到底應該如何帶領這個國家 繼續得到西方的支持 也得到自己國內穩定的力量 好 我們看完烏克蘭之後 也來看俄羅斯 土耳其外交部長費丹證實說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前往土耳其訪問 這也是烏俄戰爭以來 普京首次出訪北約的成員國 我們要請教教授 普京這次出訪土耳其的目的是什麼 那艾爾段會不會怎麼接招呢 因為我們知道艾爾段是比較現實主義派的總統 他會怎麼來做 這又是一次這個土耳其很好的越上國際舞台 而且發展它的國際影響力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知道普京很少在這段時間以來 基本上這是他第一次踏進所謂的北約的盟國 土耳其當然就敞開大門來迎接他 主要的原因是 土耳其跟俄羅斯之間還有不少的合作計劃 尤其是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 土耳其一心想要成為整個黑海地區 或者是地中海地區最重要的天然氣的中心 所以從幾年前開始就跟普京有非常密切的連結 甚至當時不惜犧牲土耳其跟美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當時美國對土耳其甚至是採取制裁的行動 可是我們說土耳其最重視的是國家利益 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了讓土耳其可以在國際舞台上面取得更好的優勢 所以土耳其設定的所謂的天然氣的中心計劃 在現在看起來又找到了機會想要跟普京來做合作 普丁也當然希望透過土耳其可以來減緩它的天然氣 它的能源輸出的這個困境 尤其是黑海的運輸在現在戰爭的期間 然後受到了蠻大的限制 土耳其願意開門 當然跟俄羅斯之間的合作 對普丁來說無疑是一種幫助 那不只是天然氣這項能源的合作 事實上土耳其也積極的在跟俄羅斯進行的討論的是 核能電廠的建制 因為我們知道俄羅斯是世界上少數可以建制 有絕對的優勢有技術可以建構建設核電廠的國家 那有這樣的技術 土耳其其實非常需要能源 除了天然氣中心的建制之外 土耳其在土耳其的南部 近期在跟俄羅斯討論的就是要建設新的核電廠 而俄羅斯普丁拜訪呢 其中就會討論到天然氣之外的核電的問題 另外當然就是所謂的國際局勢了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土耳其如果可以跟俄羅斯的普丁 可以稍微的保持友好的關係 很顯然的 他是唯一一個北約組織國家 還有繼續跟俄羅斯有辦法交流 所以保持這樣的關係 對於土耳其來說 站在一個重要的戰略位置上 不論是未來 是不是要代表作為中間人來做談判 或者是在經濟利益上 能源上 這個所謂的糧食的運輸上 黑海的航線上面 土耳其跟俄羅斯保持這種關係 事實上對土耳其的亞多安來說 他是百利而無害 所謂的無害並不是沒有國際的壓力 而是現在的世界各國 恐怕跟土耳其之間 保持比較好的關係 對各國來說也是比較好的策略 而不是跟土耳其來進行決裂 亞多安就是看準了 國際政治的現實面 那當然普丁也藉由這個機會 希望可以透過土耳其 找到俄羅斯未來 不管在經濟上 能源上 或者是國際政治上面的出口 雙方各取所需 可是現在的西方民主國家 看到這兩個國家走得非常近 恐怕心中五味雜陳 基本上國際政治的現實 跟理想的差距 在這樣的一個合作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好我們稍早看到了中東的局勢 還有無二戰爭 我們接下來轉回到台海來看 日本共同社報道說 日本自衛隊跟美軍陸戰隊聯合軍演 歷任在電腦模擬的演習當中 首度將中國大陸列為假想敵 甚至使用了是真實的地圖 我們要請問教授是 這是不是代表日本政府非常的擔憂 台海可能會爆發衝突 也就所謂他們說的台灣有失就是日本有失 其實我想日本政府在近期以來 跟美軍進行的各種的軍事演習 雖然沒有明白的說 但是當然所謂的假想敵 大概就是擔心中國大陸 尤其是崛起的中國大陸在 不管是在跟日本之間的這個島嶼的爭議 或者跟台灣之間的台海的危機 都是日本搶定的一種危機的情境 只不過這一次是更加更加明白的顯示 看來假想敵當中就有設定 中國大陸作為假想敵的這個 解放軍作為假想敵 這樣的一個這個演習的假定 那當然就引發了各國的關注 尤其是大家覺得現在美日之間的同盟 是不是更加有針對性 那是不是反過來也代表了 美國跟日本的情資收集到解放軍 在整個亞太地區的軍事的實力 確實是快速的提升 導致日本跟美國不只是在 這個實際實兵的演練 情報的交流之間的可能要 也需要更加的緊密 那當然我們在台灣看到這樣的情況 可能我們在台灣也要去思考的是 在美日甚至是美日韓 在東北亞有這麼緊密的軍事連結的時候 台灣的軍事連結 有沒有辦法也能夠參與這樣的情報的交流 是不是也有辦法能夠參與相關的演練 否則整個東北亞的局勢 看起來如果大家周邊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做好相關的演訊 可是台灣沒有被包含在其中 那麼只能說我們可能會出現一些這個落差 資訊的落差或者我們在準備上可能也會稍嫌不足 這是接下來看到東北亞的盟友 美國、日本、韓國都在練習 都在演習的情況之下 台灣真的應該要多加的思考 怎麼樣來配套來合作 怎麼樣來跟他們進行更緊密的連結 當然情報上的交流已經有了 但是實際上如果沒有辦法 真的做所謂的聯兵演習 恐怕台灣的軍事準備可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當然也是或許接下來會牽動台海局勢的關鍵 台灣到底在軍事的準備上要準備到多強的程度 才能夠守護台灣安全 而在兩岸之間的關係上面 除了軍事準備之外 怎麼樣可以重新開啟對話 也是很重要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關鍵 不管是文的還是武的 事實上接下來2024年整個國際局勢 可能都會牽動台海的變化 台灣的聲音怎麼樣被聽見 這是政治人物和大家可以一起思考的問題 兩岸開啟對話確實蠻必然的 但要怎麼做 也真的是考驗執政當局的思考模式 好 謝謝教授 今天帶我們分析國際的最新情勢 感謝 我們接下來看在中國大陸 重新開放富韓團體旅遊之後 南韓商家預期中的中國遊客潮 其實並沒有出現 過網路客最喜歡逛的 就是首爾的民動商圈 但現在最多的是來自台灣 日本跟東南亞的遊客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南韓首爾的民動街頭 可以看到是在新冠疫情之後 其實民動這邊的人潮 是逐漸的恢復當中 像現在是今天是禮拜一晚上的 快要接近10點鐘了 現在遊客還是熙熙攘攘的過來 所以商家也說其實很先感覺到 現在生意是比以前好很便宜 在疫情前 疫情前 完全沒有生存 但還是很喜歡 疫情後很喜歡 所以很不錯 這位韓國歐巴販售飾品帽子 在K-pop韓流帶動下 直接寫著韓文字體 有BTS和Blackpick字樣的商品 賣得特別好 另外這一攤 老闆手上拿著蒸汽熨斗 一旁擺放琳瑯滿目的各色貼紙 原來這是現在最夯的行李飄帶 客人選好袋子 擺放英文字母和圖樣 經過老闆熨燙熱壓成型 就成為獨一無二的紀念品 這位老闆會說點中文 他雖然沒去過台灣 但和喜歡台灣 還自己特製台灣款式的樣品 招攬宣議 在中國重新開放富含團體旅遊後 南韓商家預期的中國遊客潮 沒有出現 反而是台灣日本和東南亞籍的遊客 最多 遊客結構改變 年齡也比疫情前下降 K-POP一直流行 韓流的力量 因此,韓國的遊客 更加困難 遊客也變得更加困難 因遊客年輕化 這間民動的美妝專賣店 推出個人色彩診服務 在鏡子前 拿不同顏色的布料比對 找出最適合的化妝品色號 南韓的傳統美食 仍然是吸引歐美遊客的重點 所有廣葬市場的綠豆煎餅 生拌牛肉和活章魚 都讓人食指大動 K-POP舞蹈 K-POP舞蹈的詢問度也很高 所有有好幾間練舞室 專門教外國人跳 每個月有三百多人 爆名體驗 南韓麗品紀念性 兩千萬外國遊客入境 陸續擴大團體旅遊 電子稱政手續費免費範圍 提高遊客退稅額度上限 鼓勵更多遊客 在南韓待久一點 消費多一點 TBN新聞綜合報導 好我們回到台灣來看 2024台北燈節已經陸續點燈 但就有民眾發現 在中華路跟中校西路的交叉口 有一座高掛著猜謎燈籠的作品 那上頭寫的字是簡體字 網友就發問說 這算不算是文化統一呢 對此北市官傳局則說 這只是16座友好城市當中的 展區之一 趁著過年前來到西門町的 中華路沿街 這兩側的燈市已經讓熔年的氛圍滿點 但就有民眾發現 在台北市的國際前面 這燈籠怎麼都用簡體字來呈現 而且鳳眼這座燈區簡體字 滿滿一整片 也讓國際局趕緊發文澄清 是北市府舉辦的燈節跟本局沒關係 畢竟在網路上已經被言語 是文化大統一 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台北燈節所使用的燈籠上面印出來的文字 竟然是簡體字 蔣萬安市長 以及市府這些團隊們 在審核這個活動的時候 難道沒有好好的做審查嗎 綠營議員很激動 質疑是審查時候出了漏洞 但問問路過民眾 反應倒是淡定許多 只是主辦的北市官傳局 還是有話要說 那就是一個友好燈區 尤其在上海部分 它其實就在上海設計 跟做好之後運到台北來組裝 那在這個燈區裡面 有很多其他友好城市它的燈組 也目前都在陸續設計跟施工當中 要市民別想太多 因為在燈節規劃的友好燈區中 包括上海在內 還有日本大阪 工程 韓國大丘 關島等 16城市的特色燈飾 都在施工當中 想要一次看個夠 再等到17號之後 對友好這個燈區 基本上我們是尊重這些提供城市 他們的設計 因為它展現了當地城市的文化 但是要再次強調說 他們並沒有完成 不過除了第二階段的友好 城市燈區第一階段的光環境 在西門 中華 北門 三大展區 都已經陸續把燈點起 北市元宵節的氛圍 從年前就開始 TV被宣傳許家日風雨 台北報導 還要看到之前 在英國倫敦車站直播演奏時 跟中國大陸小粉紅槓上的鋼琴家 卡瓦娜 5號在臉書直播時候 拿出了剛剛拿到的中華民國國旗 他不只大力的揮舞還披掛在身上 不過隨後遇到台灣民眾時 也獻學獻賣 說台語版的台灣加油 直播上彈鋼琴演奏的震驚性 英國鋼琴家卡瓦娜秀出 剛拿到的中華民國國旗 抗中招式再精進 你不能在鋼琴上學政策 但我正在中國的成員 成為香港和各種類似的 我會在香港演奏 我會在香港演奏 和各種類似的東西 再出其招來反制中國大陸 因為1月 卡瓦娜在倫敦車站彈奏時 遭到數名手持五星旗的人士 以肖像全為由 要求他停止拍攝 雙方爆發激烈口角衝突 這一次卡瓦娜 不只在風笛手的伴奏下 開心揮舞台灣國旗 甚至還巧語台灣民眾 学台语挺台湾 卡网纳超高调 还特别站上钢琴椅 把照片分享在脸书 说今天弹钢琴感觉很赞 引起蓝勾勾涌入留言 民间长立委王定宇 郭玉勤外 还有议员赵玉祥说 继续战斗 不过万绿从中 藏着一点蓝 就国民党的洪梦凯说 是我们的国旗 象征自由平等博爱 博就被网友戏称 是不是跑错棚了 违反了反分裂国家法 非常谢谢他 对台湾的一些支持 在这个民主台湾的 这样子的一片土地上 真的要台湾加油 谢谢他 所有愿意支持 中华民国愿意支持台湾 的这个海外的朋友 我们都会非常的欢迎 蓝绿都支持 国外有人对台的民主展现 我外交部当然也是真面肯定 中华民国国旗就代表了我国 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 外交部欢迎全世界 支持民主自由的国际人士 也支持我国 国际有人挺台湾 国内也展现民主同心 TVB送的 董事长 台北长报道 好另外在美国念书的 中国大陆留学生透露 吃鱼头时不小心 把鱼刺卡在了喉咙里 没想到到大医院就诊时 竟然出动了六名的医师 来进行治疗 这花费的金额高达了8.8万美金 折合台币竟然是276万元 用餐时 如果您的喉咙被鱼刺卡到了 那会怎么处理呢 之前有大陆留学生 在美国念书时就说 他在就医时 竟花了超庞大医药费 当时在家想用剁胶鱼头时 不小心让鱼刺卡在喉咙里 赶紧预约免费的校医院 在就诊时 却因为有喉咙症状 被要求要先做核酸检测 甚至还被安排要照X光 但最终却因为校医院 没有喉咙可以检查 所以无法进行治疗 于是他赶紧寻求大医院 没想到医师觉得 卡鱼刺很难处理 必须请耳鼻喉科专家来会诊 接着再让他躺单假去急诊室 一次要给六个医师来治疗 甚至还喝了麻药 花费高达8.8万美元 还好有学生保险 最后只花了1000块美金 但如果是类似情况发生在台湾 怎么处理 台湾的治疗很快 绝对不可能会等一个礼拜 你请多等10分钟 台湾美国情况比一比 以该个案来讲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美国拔鱼刺8.8万美金 要价约薪台币276万 台湾则包含在健保给付范围 付挂号费几百块就好 花费时间美国大医院 先是排了三个小时 后续的手术时间半小时 在台湾不用一个小时能完成 手术同样也是使用保险 而美国医药费惊人 不只是拔鱼刺 曾经住过美国的清大教授指出 美国医药费实在是太昂贵 一般民众会将风险转嫁到商业保险 以留学生来讲 在美国一个月保费 大约要两百多块美金 大约是新台币六千多块 绝对新闻 张盈伦玉杰 台北初报导 新一妈是原台首套的自动炒饭机 它有点很好吃耶 很香哦 它们的名像都好便宜 有没有 超级 饭鸭怎么会是150块好荒唐 酷吃啊 大家吃的都会酷吃啊 花生捲冰淇淋麻吉板 好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林湘 我是雅涵 我们是女人我最大 二月封面人物 想看我们的专访和独家花絮吗 赶快下载女人我最大APP 参加摇一摇活动 就可以抽到专属起床铃声 还有签名拍立的哦 还有更多独家影音 明星动态 时尚趋势 通通都在女人我最大APP 一起下载吧 测速照相杆拍到一台红牌重机 高速行驶 瞬间时速来到195公里 这里速线80 它整整超速115公里 警方统计苗栗台13线 投屋路段南下24.2公里处 这支测速照相杆是开罚冠军 一年取缔7180件 是三年来首度夺冠 罚单第二名在苗栗后龙 台61线97.55公里处 112年一年内开了6187件 时速195公里重机 就是这支测速照相的作品 罚单数第三名 则是在苗栗南庄 线道124乙线2.9公里处 一年内开了2688件 另外整个苗栗线加起来 有46188件 平均每天可以开出 126张的违规罚单 根据统计苗栗线内 固定测速照相杆 有84支 其中13支是双向取缔 汽车超速是罚1600起跳 超速20公里以上罚1800 超速40公里就算是危险驾驶 最重可以开罚36000 至于重机超速115公里 骑士除了吞巨额罚单 还得掉扣车牌半年 TVBS新闻谢股金黄国军徐又翔 苗栗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仔细塑形在汉街 修把手教学 进攻体验千元起跳 但有16到22岁限定领取的 1200元文化币加持 业绩强强棍成长三成 超过95克人都用文化币支付 其实现在也爆出乱象 网络上出现大量违规收购文 就连非艺文文创体验 跟电影展演都能用 就我知道的是用在 使用在文艺方面 文创方面嘛 所以我一直以来 也都以为是这么用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在发生然后是泛滥的话 绝对会受影响 150万人中 已经有62.5万人领取 但使用上有限制 电影直线国片 不能买爆米花 就算在文创园区内 不是艺文品也不能用 模糊空间还是很多 包含派利德 现在才规定不在范围内 美甲店也疑似能用 低卡更有人发文炫耀 说拿了2400元的文化币 买了彩装品 但实际到店家询问 文化部的应该是 我们应该不行吧 文化部也紧急澄清 贴文中的店家是违规 透过厂商给的消费码 察觉有意后 已经停权停止拨款 目前也清查所有商品 如果违规将触犯诈欺罪 最终可出五年有期徒刑 但的确也抓到很多美甲 跟美妆店非法使用 但年轻人看法不同 可能他没有其他需求 回来带您关注到 美国加州有一名女子 带着爱狗在超市外吃午餐 结果没想到窃贼突然靠近 就一把将狗带走 跳上共犯的车 那女子为了救回爱狗 也不惜用肉身来挡车 您可以看画面上就是这只狗 而且还跟嫌犯逃逸时趴在了 汽车引擎盖上 过程全被其他的路人拍摄下来 好我们再回到台湾来看 新竹香山的太初玄清宫 在今年贾成龙年 也是他们建妙25周年之际 他们打破了过去米龙的艺术 这回是用全球首创的 太初乾隆团队 他们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使用了68万枚的益元硬币 打造了乾隆 而且还加入了传统的元素 象征益元富士万象更新 这条龙不止栩栩如生 而且紧币辉煌 不要怀疑蹲下来看 全都是益元硬币打造 一包又一包倒下 就像帮龙披上金色外衣 努力塑形宛如一条活生生的龙 亮片直接一看是金币 真的金光闪闪的 好漂亮喔 我刚刚没有注意蹲下来看的话 看不出是一块钱 没错 就是这么震撼 一元硬币掉在地上 看到可能也不会剪 但层层堆叠 凝聚起来 整条龙瞬间有了 立体美感 活灵活现 新竹香山的太厨玄清宫 今年甲城龙年 也是建庙25周年 打破过去米龙宗教艺术 这回升级 龙年全球首创太厨乾隆 但因为硬币平滑不受控 团队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成功克服困难 使用68万枚亿元硬币打造 原签的发想 其实在十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 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 这一次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 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 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 一元赴始万象更新 并加入传统元素 象征五股丰收好运 财富源源不绝 用钱币打造乾隆 也吸引民众目光 TVN新闻城市民也身份新竹采访报道 好知名蛋卷店的代购费会浮动 嘉义蛋卷民店一大早又有排队人潮 由慕名而来的游客 但有更多是在地帮忙代购的 还有帮忙排队 买到一袋蛋卷 赚二十元的拿工费 到手的蛋卷转手卖给外面的摊贩 价格马上调涨 今日口味芝麻蛋卷原价一百八 外面的小蜜蜂卖两百三 加差五十元 而这代购价还不是固定的 以原味或是芝麻口味来说 店铺原价一百八十元 加代购费五十 摊贩一包卖两百三 人气胡椒饼原价一百 代购赚二十元 而跑腿费会随着人潮和节庆 浮动调涨就像是股票 会有涨跌 尽管找代购比自己排队还贵 但有些人愿意花 因为店家有告示每人只能够限购一次 量要再多就得自己想办法 也让外面这些小蜜蜂 有机会赚跑腿费 甚至还有浮动机制 成了另类的代购现象 TVBS新闻季健亨 嘉宜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先制烧新门 叉烧干贝 再将高汤放入碗中 主打鱼背系清糖拉面 和浓厚鸡白汤的炒灯拉面 没想到因为人力不足 和肤筋提高 将在一月底歇夜 流动力很好 大家可能做两三个月 就会有想换工作的念头 夫妻党就是店主 开业三年了 一开始就两人在内厂埋头苦干 加上一位资深外厂员工 直到最后一年才开始真人 没想到因为两头班 厨房又热 想找人来工作 难上加难 正值薪水开3.3万到4.5万 因为物价租金压力 无法再调高 但有试着寄出其他福利 然而还是没用 希望用奖金或是分红的方式 让员工拿到更多的钱 先离职 所以他拿不到那个钱 不过因为人力慌 吹席灯号的拉面店 可不止一家 另一家同样会在大安区的拉面店 明明才宣布要真财 不过如今却在大门口贴出大大公告 表示因为族约到期 即将在一月底正式洗灯 扭山肉太郎开业才不到一年 所属的餐饮集团坦言 除了族约到期 人力不足也是主因 另外同集团的面屋鸟美安 也同样因为找不到人力 在一月已巧巧关门 而尹家拉面老板所开的姐妹店 面屋成吉 也公告因为缺人力 二月一号起开始店修 不过也有连锁台式拉面 才创立一年 分店就一家一家开 业者透露抢财留财策略 虽然基层正值起薪 大概也是三点三万左右 但有规划像是用半成品 订定SOP让出餐更快 部分店面员工可选择 不用两头班 九任的员工薪资比同业高一成 甚至管道通明 有机会变管理值 领四万到五万元薪水 就判可以让员工做更长久 达成双方互赢局面 你或你的家人会时常咳嗽吗 常常觉得吸不到气 喘气或呼吸很费力 那你可能要注意 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的问题 慢性阻塞性肺病又称肺阻塞 台湾